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隨著馬丁的歌聲、手勢 他讓手機仔的營養 享受馬丁所帶來的浪漫氣氛 南市長會得到這時 也坐在台下 成為馬丁的頭髮粉絲 南市長需要在接受媒體記者 訪問是說他今天很開心 可以在馬丁赫肯斯 要回到荷蘭的前一天安妮 可以在我們台南市 參加新娘的燈店中 並且舉辦一張演唱會 我覺得其實 馬丁赫肯斯先生 是我看到的一些 大牌的藝人裡面最沒有價值 而且是最和善的 在他已經66歲的高年 跟著他的妻子 然後他的經紀人 非常簡卜地來到台南 然後掀起一股風潮 我們都非常非常謝謝 其實我們不只是辦演唱會 不只是辦點燈 其實我們交到一個國際友人 這是我們特別替台南市民感到高興 那他也提過他熱愛台灣 市長說他特別準備了一行大禮 要來送馬丁 其實因為我們準備最大的一個禮物 就是幫他買一個大的皮箱 他太多東西 民眾送的 市府送的 主辦單位送的 粉絲送的 通通都裝不下了 那我看他今天 今天他太太一定是 跟他已經忙得很晚 為什麼 因為忙著行李打包 那所以說明天搞不好 飛機行李超重 還要多付錢 但是不管如何 他帶的是除了很多禮物之外 最重要是濃濃的人情味 那這裡我相信他一定會喜歡台灣 然後懷念台南 請點燈 Merry Christmas 聖誕節快樂 新年的一旦數叫做 四季的旋律 是以台灣四季恢復的鎮壓 搭配到四季協助群 並結合了科技 活動的技術 民眾可以通過手機 選擇自己跟他的鎮壓 也會失火 他當然感受 公約和素貴的變動 對 這是市長特別親自準備 我只是幫你 我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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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 他 市長給了我這麼多禮物 我必須要拿衣袋 否則我可以回家 馬丁先生說 他今天這次來台南 我們送給他特多特多禮物 他剛好需要一個行李箱 好 謝謝 最好馬丁他在家 他就買人的歌聲 為台南老法醫最好的行李箱 大家再見